本月的17号是国序肺癌日,肺癌在20世纪初期是一种较为罕见的一种,但是随着吸烟的增加,疑伐病例也在10年的增加,它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常见的白线类型。 死亡率疑伐病例是很高,高发年龄最自然遇到历史岁,参加第一发展。 目前全球冷流西方费败20万例,每分额数亿人陷阱。 新大型全球质败账任意义的138的败账560万,每分额数亿人陷阱。